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國一處山村裡 有一群動物在霍室開大會 你們給我過來 你們給我過來 什麼事?班長 我們高B班最近跟隔離高A班比賽輸了 你們知道的? 知道 那知道為什麼我們會輸嗎? 不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班有很多問題 例如呢 青蛙女你也長得太矮 熊貓仔你的眼睛太黑 長頸碌你也太高 大象你的鼻子也長得太長 你看,我們跌倒了 全部在這裡亂七八宗 老虎班長 那我們怎樣才能贏高A班? 我是班長,你們要聽我的話 從今天起 青蛙女你要多打籃球 長頸碌你也要按自己 大家要排好桌椅 做好迫步板 還要不斷跑步做運動 不行了,做這麼多事做死人了嗎? 我們要休息 是呀,我們要休息 你們幹什麼? 還…你們… 你們不聽班長話嗎? 老虎班長,你是不是不開心啊? 是不是同學不理你呢? 老師,你知道嗎? 那些同學跟我說了嘛 我只是為班好而已 他們也不明白的 對,那你有沒有聽過營證這個名字呢? 沒有 是新同學嗎? 不是 那秦始皇你聽過了吧? 聽過 秦始皇的名字就是營證 那你知道秦始皇對中國最大的影響 又是什麼嗎? 是嗎?就是統一 秦始皇之前 中國是分成了很多個小國家 我們稱為那個時期 做春秋戰國 由於有很多小國家 所以國與國之間經常會打仗 中國… 你們幹什麼? 不要在這裡打仗 老師在這裡說話 你們要一起聽 真正的打仗是血流成河 死傷慘重,很殘酷的 後來秦始皇就把其他的小國家打敗了 將中國變成一個國家 這個就叫統一了 統一加強了交流 例如在分裂的時候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字 例如在另一個國家的人 去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這張告示寫什麼? 字和平時的那些都不同 看不懂 當他們想買東西的時候 買些過來看看 還是多少錢? 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用這種錢幣嗎? 我們是用這種錢幣嗎? 錢幣不統一 做買賣就很困難 不如讓我們用一尺布換你一雙鞋子吧 不好意思 我們的一尺布是這麼長的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都不同 真的很難溝通 所以統一對國家的發展有很多好處 只要跟西方比較一下 我們就會發現 西方一直都可以分成很多小國 而中國大多數是一個統一的大國家 同學你們聽到了 我們要學秦始皇 大家一起做多點事 那倒不是 秦始皇也有缺點 秦始皇只有十四年生命 這麼短命? 秦始皇做了這麼多好事 秦始皇應該很強大之一 因為秦始皇太過殘暴了 又過分奴役人民 他修建萬里長城和靈墓 用了七十萬人 對抗外族兇奴又用了三十萬人 起宮殿用了十萬人 當時差不多全部人都要參加奴役 人們這麼辛苦 有什麼辦法不反抗? 老虎班長,你一次過推行這麼多計劃 我們又怎麼應付得來? 那你們也說得挺有道理的 秦始皇的確對中國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他殘暴又不理人民生死的性格 我們就不應該學了 問問你們 究竟在這欄貨品裡有多少件 是外地製造,然後運進來香港的? 五件,十件 錯,全部都是錯 答案是全部都是… 事實上,現在這個世界就像一個大網一樣 大家都通過貿易交流而得到好處 但是在古時候的貿易交流 就不是一件那麼容易、那麼舒適的事 分分鐘要賺命博 我們就以中國為例 中國西部是一片廣闊無雲的沙漠 沙漠上很乾旱,經常晨天 萬一無雲,水源又少,沒什麼樹蔭 你說在上面走幾十日,是否隨時沒命呢 中國東面又如何? 中國東面就是無邊無際的大海洋 海上沒有吃水 海水也可以喝 不好意思,朋友 海水是不能喝的 喝了會死快一點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都說要你小心點 所以中國要和世界交流 就去克服這兩大天然障礙 我們今天就要介紹兩個重要的人物 張軒和鄭和 看看他們如何克服這些障礙 對中國交通發展和文化交流 作出貢獻 張軒是西漢時代的人 距離現在有二千多年了 他受皇大任命 要聯絡當時叫西域的眾多國家 一起攻擊當時的強國,匈奴 張軒帶著大隊人出事 經歷千辛萬苦,救死一生 在沙漠上流浪了十多年 和各國聯繫,了解他們的封土人情 最後只剩下幾個人回到去 這個旅程就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睛 令我們知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事 自此之後 中國人就跟著他的足跡繼續開拓 終於打通了一條 中國和西方聯繫的貿易路線 這條就是文明中外的絲綢之路 為何叫絲綢之路 不叫火藥之路,粥粉麵飯之路? 你看看他們找的什麼貨去西面 絲綢,因為中國的絲綢世界文明 外國人很喜歡 於是就有商人經這條路線 把絲綢拿去西方國家買 所以這條就叫絲綢之路 說完碌碌,是時候說說海路了 說中國的航海事業 當然要鄭和先生出場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大事 西洋在哪裡? 明代就有東洋和西洋之分 西洋就是指今天印尼蘇門 搭納爾西 印度洋和他周圍的沿海國家 鄭和是距離現在五六百年 明朝的一位官員 曾經被派七次下西洋 最遠還去到非洲 當年張軒是從綠路闖西域 而鄭和就是從海路下西洋 鄭和的船隊可以說是 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船隊 用爽向披靡來應用 一點也不過分 怎樣加勢? 我們比較一下鄭和的船隊 同八十七年後才出發 去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船隊 你看鄭和的船隊 船隊中間的旗艦寶船 竟然有整個足球場這麼大 周圍還有各式各樣二百多艘船 這個陣容真是嚇死人了 而哥倫布的船隊只有三艘船 鄭和船隊人數有超過二萬七千人 裡面有官員、醫護人員 工匠、士兵、水手等等 哥倫布船隊的人數只有八十八人 鄭和船隊最大船隻的排水量 有一千噸 哥倫布船隊最大船隻排水量 就有一百噸 鄭和船隊是它的十倍 一比之下,兩隻實在相差太遠了 鄭和的船隊還有一流的設備 為了使用同行的人 有足夠和新鮮的食物 鄭和的船隊竟然種植物 當時船隻又採用隔倉壁的設計 什麼是隔倉壁? 即是將船倉分成很多格 即使船底穿洞入水 也不會浸泡整個船倉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沉 如果沒有的話… 沉了 鄭和七下西洋,歷時二十八年 歷遍東南亞、印度半島 波斯灣、阿拉伯半島、紅海 以至非洲東岸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和各國建立有嚴速進交流 到了今天,印度卡納卡利 由中國武術流傳 印度課音人用中國漁網捕魚 賴木群島人用中醫拔罐的方式醫病等等 都是由鄭和大哥去的 至於中國收到的第一隻麒麟 什麼真的有麒麟? 原來是長頸鹿 對,它是由麻林國供奉的貢品 這些都是世界和中國交流的證據 怎麼會出來呢? 在1872年,有一批中國的窮孩子 在美國舊金山乘坐火車 還原美國的中部 這次是這群小朋友第一次看到火車 火車只是用了六天的時間 就到達了三千公里以外的目的地 這次的旅程 令他們深深體會到鐵路的力量 這批中國孩子 就是第一批留學美國的學生 而其中一個小朋友 就是未來中國鐵路之父,占天游 中國第一條鐵路 上海吳嵩鐵路 是由外國人在1876年修建的 修建這條鐵路的目的 是想告訴中國人,鐵路是一件好東西 速度快又賺錢 但是當時清政府的反應又是怎樣呢? 大人,這條鐵路真是不錯的 速度快,載人又多 誰…你再說一次給我聽 大人,這條鐵路真是不錯的 你看,速度又快,載人又多 真是有很多好處的 不如我們再建幾條鐵路吧 你怎麼搞的?有什麼這麼好呢? 這條鐵路鑿我山川 壞我田爐,愛我風水 佔我雙民生計 你們洋鬼子要來幹什麼? 快點給我用錢 把這條鐵路熟回來 但是熟回來又怎樣呢? 給我拆掉它,蠢材 大人,英明啊 結果清政府就是用了二十八萬五千兩 沒錯,你沒聽錯 是二十八萬五千兩拆了鐵路 你說當時的清政府 是多麼無知和可笑呢? 誰…你說我嗎? 占天佑就是生長在這個無知和可笑的國 但是一個貧窮、落後、愚昧的祖國 並沒有令他感到羞恥 反而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識發展鐵路 鎮興中華 一九零三年 清政府計劃修建 從北京至張家口的京章鐵路 但是當時的捉路權 都操縱在外國人手上 而且外國人根本看不起中國 認為中國沒有技術、沒有人才 在這個情況之下 終於有一個中國人肯站出來 肩負起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就是占天佑 中國人要各出所學、各盡所知 好讓中國不再受外國人的氣勞 不過外國工程師也說得沒錯 在當時京章鐵路工程難度十分大 別說中國 就算連世界上也十分罕見 京章鐵路全長二百多公里 沿途是連綿的崇山峻嶺 地形複雜 修建起來的確是困難重重 占天佑全力以赴 帶領工作人員風餐露宿 在工具和技術不足的情況之下 占天佑想出種種的辦法 終於帶領工人作通了各條隧道 京章鐵路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地勢遜波度大 你們看看這個模型 這個這麼斜的山坡 如果我們在上面走火車的話 你們看看會怎樣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列車爬上這麼斜的山坡 為什麼呢 占天佑他日思夜想 最後他想到這個方法 他把鐵路依照著山腰 起了一條人字形的軌道 列車首先由人字形的軌道駛到盡頭 再回頭駛入人字形軌道的另一邊 火車一折一返就可以爬過山坡 占天佑就是這樣 不斷思考、學習、創造 最後成功解決所有困難 將這條舉小矚目的京章鐵路收好 1909年